詞曲 李宗盛 我們能夠很多很多的想法 很多很多的創新 我們要來恭請的就是我們的 柯中文富豪女生 柯中文柯總經理 跟大家揮揮手 各位觀眾好 接著下來邀請到這一位 凡是浙江一帶 都是他的天下 你只要認識他了 你任何的旅遊絕對沒有問題 他今天也會為大家帶來 非常精闢的一個 他所認識的浙江 他所認識的杭州 那就是我們的 蔣一威蔣總經理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從浙江遊騙天下的講總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接著下來要來介紹到的 稍微在左半邊這個部分 我肅然起敬了起來 因為我想今天真是全員出動了 好 那我想一開始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待會也會為我們發表談話的 就是我們台灣民主黨的主席 林育英 領導主席 領導主席好 好 是呀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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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很熟喔 也人主的後遙遠離 我一都會出發 耶 我也會唱 這是 卡茸 卡茸 好 好的 我想呢 大家對於台灣民主黨 直到1998年開始 只是第一個以台灣為您的政黨 我們總部在三重區有空可以去泡茶 新台北北 新年新 新美 阿 阿 修 比阿 我們都是台灣人 一時也恨你 請你別在意 嘿 趕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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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進全力 復選主勝出 全台的軍難才你 快跟你出發吧 掌聲鼓勵 我們要出發了 為了台灣有專攻兩岸的瘋瘋產業出發啦 這麼的不錯的贊助跟支持 那接著下來要來介紹的是 我們台灣民主黨的副主席 陳育全 陳副主席 副主席好 謝謝你們 好的 接著下來同樣是來自 我們台灣民主黨的中央常務委員 柯勝元柯委員 委員好 好 同樣是來自我們台灣民主黨的 我們的委員 呂學勳 呂委員 委員好 她們也記得 她們也記得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 哇 三重區的主委 通常是來自我們台灣民主黨的 三重區的主委 林元貴 林委員 好 謝謝我們主委 各位好 好 那這個 委員手上的名單是到這邊 那如果沒有跟大家這個鄭重介紹到的 待會再來補介紹 那現在大家看到我後面 這個 Vonica已經放下來了 是因為我們這一次 萬人遊 我們總共有十一個行程 你在報紙上面看到如詩如畫 這麼美的景點 我們都可以去踏過 兒情只需要花金票錢而已 所以是完全是落地免費來招待 所以接下來有一個影片 你們就把它當成是看在大陸巡集 或者是繞著地球網的外景節目 因為介紹完之後 你一定想去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VCR呢 要為大家來播放的呢 就是這家的一個介紹 那就請大家來看VCR 那這我給各位介紹 這段路程對你的人生捨不得 我們這次的財地的土地非常明確 就是以浙江為主 是的朋友 只要踏上被譽為 施化浙江的這塊神奇的土地 你就會感覺自己 完全是一個大中原來 浙江也只有杭州為代表 大家都認識了江南 已經快十三十了 這是我用心的推管浙江 完全是以我們九大財地 大家看到是九大財地 都是以浙江為主題 美麗的質地 用會吸引許多 雖然幾乎還是那幾乎 第二個特色 我們把這個產品 設定為四天上的 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吸引 平革 甚至風中的花粉 都很吸引 在觀觀遊到大陸來 在三十年來 大家都認為 在這個去大陸 我知道 在尋覓美麗方面 你們都是信心的 我們這次的產品 的主題 而且你們更知道 沉醉於 胡瓜山色 原本就講不得次數 把浙江的以前的一些 歷史的一些 典故的一些 走馬關花的理由 把它改成一個 新鮮的一個 我們年輕人所喜歡的 信心不像 第三個特色 剛才的九道 一體 只適合了 目標 所以我們 把這一個 浙江的深度 是更加豐富 另外一個 請各位貴賓 也請各位貴賓 的報告 這次在萬人遊 浙江 和活動時 當中 我們房中遊避天下 全程 落地 也會 歡迎 各位台灣的長官 各位台灣的 媒體 朋友 各位台灣的民眾 總經我們的 發展 因為 遊避天下 為什麼 要這樣來感恩 我也想去 這個平台 和各位 規定 允許我介紹 我們遊避天下 這二十多年 入境旅遊 是在浙江省 自排在 連續 九年 從2006年 到 2014年 一直是 浙江省 入境旅遊 變得飽滿 那這個第一名的 會官 主要來自於 絕大部分的客人 市場 是來自於我們 台灣 那這二十多年 所以 有變天下 用感恩的心 來回饋 我們所有 台灣的 長官 以及我們台灣的 業者 以及我們台灣的 朋友 消費 民眾 來走進 我們這家 這是以感恩 所以是完全 與企業的行為 可是 我聯合牵手了 我們的共商 所以我們這次 蘇東坡市長 對杭州西湖的若蜜 免費給大家 謝謝大家的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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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好朋友 杭州遊艺 也想到於 形式的我們的蔣總 淡妝濃膜 總想你 我們身後 也同時站著 魯迅 毛頓 徐志摩 玉達夫 夏妍 窮儉 這些優雅的老人 他們剛從那條 待望書的雨項裡 魚灌而出 他們 對你們 滿臉笑意 而我 告訴你們 在杭州這條雨項的東面 有著名的觀音道場 普陀山 白衣大士 在那裡精心種植了紫竹林 有中山先生 倚中的東方大港 寧波 三江口 百州靠泊 海上絲綢之路 由此巴刃 前世今生 皆繁華 還有至今弥漫著墨鄉的天一格 樹藏古今 是一個摸得到浙江文脈的地方 雨巷之溪 有千座島嶼 乘浮飘摇的千島湖 在那裡 泡上一壺湯色清澈的綠茶 坐對湖天一色 那就不是仙 也是仙了 而往北看 杭家湖平原上 那一連串的名叫南巡 吳鎮 西唐的水巷古鎮 都是被船路 一一壓壓咬著的 林湖茶寺的平潭里 一律唱著各朝各代的大家闺秀 与小家碧玉 往南走 則就是我們神祭的這種福地了 那裡流淌著詩人愛卿 牽動過的霧江 另一隻牽動江水的手 可能屬於黃大仙 他甚至把霧江 牽到了香港 再往南走 便是孕育了 叱咋全球的溫州人的歐將 與燕當山了 那塊汲取著商機與命運的土地 又會在你們面前 顯露出什麼樣的迷人姿態呢 朋友們 若是春天來 神仙居其風之下 千亡油菜花 活潑潑的書寫著金色的大地詩篇 朋友們 朋友們 夏日來 臨安天目山的禪聲 與舟山群島的海風 都將是清涼的抽散 如若你們踏著秋風上門 我就請杭州陵隱寺 與天台山國青寺 走向范陰 同時 請離水龍泉山 與百山族的古樹 舉起萬千紅葉 若是你們踏雪而來 我也不會讓朋友們受涼 壽星古城的黃酒 正在與江絲 淡花 一起加溫 喝著這種口感極好的 純糯米夾釀 在瀋元 聽一聽樂趣堂會 路由和堂板 這對菜色佳人的故事 最適合在江南的夜晚 滿滿品味 我還想在朋友們 由浙江的首選目錄上 在天上擠出近年來 頗有口碑的去處 我們去浙江的西部 那裏最不缺乏的是 綠水青山 乾江源 江郎山 林間松韻 時尚全生 是我想和你分享的 最珍貴的自然的規則 在在黃宮望 復春山居圖的指殿下 從千島湖順流而下 走一走春光無限的復春江 也是一個一氧心情的選擇 沿途的七里龍翻影 與炎子林吊台 都會讓你無想名片 還有綠意森森的莫甘山 它是中國四大避暑聖地 從前是因為名人避暑出名 如今 傳統村落和老房子 轉身成為楊家樂和鄉間民宿 用泥土樹木重構人與自然的關係 這是堤變中的旅遊特色小鎮 最能觸動人心靈的元素 當然 朋友 最後我會陪著你去購物 走在浙江大地 你是一定要去挑一挑 那些假廉物美的陷阱的 我想說 一屋中國小商品城 海寧皮革城 杭州絲綢城 華東珠寶城 這都是一個個深不可測的井口吧 你的陷落一定會使你通體舒爽 驚呼人民幣怎麼這麼值錢 貨品之地怎麼這麼優良 你將大包小包勾搂著塔上歸城 並且一路喜笑延開 親愛的朋友 我會一直依靠在白牆黑瓦 悄悄流水的家門口 等候著你的到來 你即便未能遇上我 也沒有關係 每一個善良好客的浙江人 都是我 大鬥 鳥 大鬥 有 餘 有 大鬥 有沒有 也可以 勓 Tro